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德国大众作为世界四大车企之一 一直以大众而不平庸 稳重而不失个性的品牌 形象是人 甚受国人的喜爱和追捧 然而最近网上流传出一组 上级大众旗下全新紧送型SUV车型的 实时叠照 引来众多车友的围观 很多人觉得这里是最不像大众风格的一款大众车 从爆出的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 这款新车车型与斯科达科洛克大体相似 前脸则是延续了大众图王风格的设计 整体风格较为大气硬派 彰显男士风范 虽然厂家对新车的车身表面进行了一定的伪装 但也不难看出 其尾部轮廓接近了科洛克设计 但在一些车灯的细节方面 还是有着一定的差异 不然就真的借鉴的太明显了 接下来可以看看新车内饰 其配备有全液晶仪表盘 及大尺寸液晶显示屏 可以保证车主驾车时 有清晰明亮的视觉体验 另外在液晶显示屏上方 还体贴的设计了一个独立的储物空间 可以放一些小的日用物品 由于厂商保密 其他内饰细节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相信 以德国大众对产品精益求精的一贯作风 应该不会让消费者失望 据传言大众 在巴西一款全新SUV车型 注册了塔鲁 所以现在看来 该新车就是国产版塔鲁 不过对于这款最不像大众的新车 不知道退出市场后 有多大的大众粉 愿意掏钱买单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